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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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各位頂子妹 各位朋友 五安 好 今天在主日的下午 可以實體跟大家見面 一起去聽神的話語 在我們聽到之先 一起低頭禱告 慈悲人愛的天父 感謝你 你讓我們今天能夠回到你的殿 裡面一起去敬拜你 一起去聽你的話語 求你倒空我們的心 可能我們仍然帶著很多的煩憂 很多我們的事務來到這個殿裡面 但願意以下時間 我們就單單去聽你的話 求你向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信靠你的人 微聲的說話 讓我們知道我們怎樣可以成為 你所喜悅的生命 求著你幫助慈福 多謝你 討告奉主名求 阿門 我相信最近大家可能跟我一樣 身邊很多人都會講起移民這個話題 當鄧英姊妹跟我說 阿斯特牧師我要去某某地方 我都會上網看看 那個地方會不會有我認識的教會 就可以介紹給這些家庭去 當地可以好好地有教會生活 當我經常上網去看不同的外國教會網站的時候 我發覺外國的教會 在建築上跟香港的教會真的有點不同 香港的教會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一個商業中心的二樓 所以我們有二樓教會這個名詞 有些就會在學校裡面 好像我們馬安山子堂都是這樣 然後有部分就是一棟的座堂或者建築物 就好像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但歐洲的教會很多時候都是座堂式的 而且因為歷史悠久 又有很濃厚的古典氣色 而且也很有藝術的氣質 我展示幾間給大家看看 例如這些 麻煩PowerPoint可不可以幫我 這些都很漂亮的外貌的教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裡面會是怎樣的呢 那我選其中一間的裡面給大家看看 我不是播錯片 這個真的是一間教會 應該說它曾經是一間教會 現在它是一間酒吧 原來在歐洲有很多教會 因為信徒越來越少 少到教會要關門大吉 最後就成棟賣給商人 有些教堂會改建為書店 有些改建為花店 有些是改建成超級市場 健身室 甚至乎馬戲團 那我在想 如果欣福中心變成一個馬戲團會是怎樣呢 原來一間教會 它終然有歷史的痕跡 它又保留了它信仰的一些藝術設計 甚至乎它的愛喝仍然是很堅固 但是當這個教會裡面的人 和這間教堂存在的意義改變了 它就不再是神的殿 也不是神子民的家 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 尼希米記七章 一方面會延續之前六章 講到尼希米怎樣帶領以色列人 建立成長的工程 同時也記載了尼希米怎樣 開始建立聖民生命的工程 讓這個被成長圍繞的耶路撒冷城 能夠恢復它的真正意義 我們一起讀出尼希米記七章一至六節 你可以看PowerPoint 或者你手上有程序表 或者你也可以開教會的APP 裡面有一個程序表 然後一起讀 我想邀請大家一起讀 預備起 成長收緣 我安了門線 門口的首位 過場的和利美人都已派定 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 和城堡的官長哈拿尼亞 管理耶路撒冷 因為哈拿尼亞是一個忠信的人 敬畏神 過於眾人 我對他們說 等到太陽熱的時候 才可開耶路撒冷的城門 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 各岸班次 在自己房屋的前面站乾 他們還在站乾的時候 就要關門上山 城又大 城中的百姓卻稀少 房屋也還沒有建造 我的神感動我的心 我就召集貴族 官長和百姓 登記家譜 我找到第一次上來之人的家譜 發現上面寫著 這些是從秘魯之地上來的散民 巴比倫王尼布格尼莎把他們老去 他們重返耶路撒冷和猶大 各歸本城 如果大家對上兩個星期 又在聽鎮峰傳道說 《尼希米記》第六章 就會有些印象 其實第六章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到 城牆的工程是差不多員工 搶到門還沒有擺好 其他部分是完全搞定 但可惜在這個時候 那些敵人又來搞搞震 想要重傷和分化尼希米和他的手足 但很感恩 尼希米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和勇氣 應付了這些攻擊和挑釁 今天來到第七章 令人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就是尼希米正式要安排這道門 即是整個城牆的工程搞定了 我問我 弟兄姐妹你有沒有經歷過這個 終於完成的感覺 當我重溫我記憶的時候 有一個片段 就是我中五考完會考的時候 辛苦苦讀了幾個月書 終於考完最後一科 走出市場那一刻 就有這種終於完成的感覺 是很興奮 但後來才知道 原來考A級是比會考更辛苦 開心得太早 我相信當尼希米和這班以色列人 安上城門這一刻 是同樣的興奮和開心 但尼希米沒有像我這樣 以為搞定了結束了 他知道現在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剛才第一至第二節說到 尼希米立即安排各個崗位的工作人員 首先他安排了門口的守衛 歌唱的人和利美人 叫他們緊守你們的崗位 一個城的門口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為了保障耶路撒冷城的安全 尼希米派人去守護這個城門 是非常合理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他同時要召集一些唱歌的司班員 和一些利美人來 是因為尼希米沒有忘記 當日他從波斯回到耶路撒冷 建造成場的真正目的 他不僅要參與一個修復建築物的工程 他是要參與一個修復信仰生命的工程 十月份我們教會開始恢復實體的崇拜 很感恩看到弟兄姊妹陸陸續續地回來 其實看著這個禮堂 每個禮拜都會越來越多人回來 的確是我們雖然離開了實體崇拜大半年 但是重新回來的時候 都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你想想這幫以色列人 他們離開了聖殿幾十年 而且他們這幾十年是住在一幫外邦人的當中 要他們重新回來聖殿敬拜 其實真的要很多的適應和提醒 因此除了首位之外 李希米召集了聖殿服侍的司班員和利美人 一方面他很想喚起這幫百姓 對建築城牆完成的感恩和讚美 同時他很想快點建立以敬拜為中心的聖民生活 第二件事李希米做了什麼呢 他就是去選擇一個管理耶路撒冷城的領袖 第二節他這樣說 我吩咐了一個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官長哈拿尼亞管理耶路撒冷城 當看到第二節的時候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會不會心裡有一個疑問 第一 為什麼哈拿尼和哈拿尼亞的名字這麼巧這麼相似呢 這兩個人 第二就是 這段經文好像有點不公平 他形容哈拿尼是李希米的兄弟 就是這樣 沒有了 然後哈拿尼亞就說他是城堡的官長 又說他忠信 又說他敬畏神 過於眾人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裡的和字 你看看第二節經文 和字的希伯來原文是可以翻譯成 就是 就是說第二節整句其實可以翻譯成 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就是城堡的長官哈拿尼亞 就是顏永森和張顏永森的分別這樣 差一個字 原來是說同一個人 這樣就合理很多 至於為什麼李希米要挑選哈拿尼成為耶路撒冷的管理者呢 是否因為他有相關的管理經驗 還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兄弟比較可信呢 其實都可能有少少關係 但經文講到為什麼他選哈拿尼呢 是因為他忠信和敬畏神 忠信這個字在聖經的原文是解正直 誠實和忠心 其實哈拿尼不是第一次出場 如果你一直有聽我們這個系列的時候 你會記得第一章的時候 哈拿尼已經出現過 原來當日是哈拿尼和他們的兄弟 回到耶路撒冷 看到他們回歸的以色列人受苦 看到他們城門被燒 城牆被毀 哈拿尼從當地回來之後 就將這個事情告訴李希米 耶穌基督說 人在最少的事上面忠心 他會在很多的事上面都忠心 哈拿尼敬畏神 因此他看到神的子民受苦 看到神的城被破壞 他的心很難過 因此他對神的忠心和敬畏 他沒有因為懼怕後果 就跟自己說 算了看不到 但我沒辦法了 他選擇回到波斯之後 將他所見到的情境 跟李希米去說 或者他當時只是想邀請李希米 一起去討告為這件事 但神就大大使用這份小小的忠心 第二章說到 李希米因為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愁眉苦臉 被王主導問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最終成就了 以色列人第三次的回歸 重建成長這件事 而一節我們很熟悉的經文 斟延九章第十節 《經威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聖者便是聰明》 真正的聰明和智慧 不是什麼精密的計劃和估算 而是因著我們經威神而來的 亮光、忠心、正直的回應 我認識一位姊妹 早前她搬去一個新的社區 在這個地區有很多老人家在那裡住 很多獨居長者 神就感動她 要關心她的鄰舍 因著對神的經威 這位姊妹作出回應 她經常會親手做一些食物 和附近的長者去分享 讓她們感受從神而來的愛 有一次這個姊妹 弄好了一條新鮮的麵包 準備送給她同一層的老伯伯 她敲門 怎料她敲錯門 她敲出另一道門 就是一個陌生的婆婆打開門 她才知道搞錯了 如果是你,你會怎樣 可能馬上離開 這個姊妹沒有 她跟這個婆婆說 婆婆你好,我是住在旁邊 我弄了一條麵包想送給你 她說當時這個婆婆很感動 抓住她的手跟她說 她說多謝你 我丈夫上個星期剛剛過世 我很難過,很孤單 很感謝你關心我 姊妹恩著對神的敬畏 按住神給她的感動 去關心身邊的人 神就使用她的忠心 去安慰 醫治一個沒有了老伯的獨居婆婆 等姊妹讓我們去思想 任何一些事情 上帝可能一直都提醒你 感動你去做 但因為不同的原因 可能因為忙 因為我們害怕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做 所以一直都沒有回應 盼望我們都學習哈拉利的忠心 正直和對上帝的敬畏 我心想上帝同樣會使用我們的忠心 使用我們小小的忠心去成就她的大事 當守門的人安排好 管理耶路撒冷的領袖都委任了 第三節說到尼希米也很周長地去計劃 叫城門何時開何時關才夠安全 重建城牆的工程來到這裡 好像圓滿結束了 現在尼希米是否可以公成身退 回去劈行李 就回波斯消架 繼續做他的酒證呢 其實尼希米這次回來耶路撒冷 好像只是為了修補被破壞的城牆 但是神給他的照命又怎止這麼少呢 修補的工程不是完結 是進入第二階段 上帝不僅要尼希米修復情常 他更加要他修復以色列民的生命 在第四節尼希米這樣說 他說城又寬又大 城中的百姓卻稀少 房屋還沒有建造 原來耶路撒冷雖然很大 但是沒有什麼人住在裡面 為什麼呢 原本呢 以色列人第一次回歸回來的時候 他們是應該按照他們祖宗的地址 去那些地方定居 但是過去可能因為 經常被人侵略 被燒被毀 他們覺得這裡不安全 所以搬去耶路撒冷 城外一些地方 也可能有一些回歸的以色列人 為了新計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所以慢慢 耶路撒冷就沒有人住 變得很荒蕪 但是尼希米知道 如果要復興以色列人的敬拜 他要召集大家回來耶路撒冷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是尼希米 你辛辛苦苦帶領大家 起好的城牆 要預備復興這個城 你希望有什麼人住進來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說移民 有些弟兄姊妹就說 因為我的專業 剛剛好是那個國家需要的專業 所以他們很歡迎我們 我申請的時候 就加了很多分 我聽起來都覺得很合理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 他都會想多些幫助到他們國家發展 幫助到他們經濟的人才 去幫助他們國家 我就想問 其實尼希米都可以按照這個思維 去展開一個計劃 名字我都幫他想了 就叫做耶路撒冷之外回家 我吸引大家回來 他可以招募耶路撒冷附近一帶 最有錢或者最有地位的人 搬進來耶路撒冷 不要理你是以色列人還是外邦人 總之是人才就歡迎 靠你去復興這裏的經濟 又或者招募一些馬上打仗的大隻佬 那就不用怕外邦人 經常來搞他們 但是尼希米的招募計劃 是否這樣進行呢 我們再看回第五至第六節 尼希米這樣說 他說我的神感動我的心 我就召集貴族官長和百姓 要登記家譜 發現上面寫著 這則是從秘魯之地上來的散民 巴比倫王 尼布加利沙把他們老去 他們重返耶路撒冷和猶大 各歸本城 我的神感動我的心 一些翻譯是說我的上帝使得我的心起義 或者我的神使我的心定義 即是說尼希米聽見上帝的聲音 從神以來有一個意念 原來神的心意是要尼希米翻查 昔日第一次從波斯回歸的以色列人名單 邀請他們和他們的家族 回到耶路撒冷居住 按照他們祖宗定居的地方去住 尼希米沒有用到從世人或者從利益的眼光 看上最好的方法去招募人才 他沒有用這些方法去打造耶路撒冷 成為一個超級大城市 他選擇按照神給他的感動 將神放在他心裏的意念和提醒 去召集以色列人 尼希米要透過建立一群 以敬拜為生命焦點的聖民 而不是用世俗的方式去復興這個聖聖 尼希米能夠敏感上帝的聲音 是因為他是一個經常討告的人 其實整卷的尼希米記 差不多每一章都有他向神討告的片段 尼希米藉著向神傾心吐意 他貼近上帝的心 他聽得見上帝的聲音 更重要是他用信服作為回應 我想大家看這個PowerPoint 相信大家對HMV唱片公司的名字和Logo 都不會陌生 都會見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HMV的Logo 上面有一隻小狗 原來這隻狗是真有其狗 這隻狗叫Nipper 他原本是一隻流浪狗 幸好有一個好心的主人 Mark收養了他 不過可惜三年之後 主人Mark就離世了 Mark的弟弟繼續照顧這隻小狗Nipper 有一天 弟弟發現這隻小狗 在流星機前面 很用心地去聽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主人 把他生前的聲音錄下了 偶然流星機 會播出一些聲音 小狗只要一聽到這個聲音 他就會跑到他很用心地去聽 這個弟弟說直到他離世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不要出那些PowerPoint 可不可以跟回那個Script 他說直到小狗去世之前 每一天都是這樣做 後來這個故事和畫面 觸動了很多人 當時新成立的HMV唱片公司 就用了這個畫面做一個Logo 剛才大家已經預先看到 HMV這個名字是甚麼意思呢 麻煩 就是His Master's Voice 他主人的聲音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是怎樣回應My Master's Voice 我們是怎樣回應我們的主的聲音呢 我們會不會像這隻小狗一樣 很渴望很用心很專注地聽我們的主的聲音 我們會不會像這樣呢 因為聽見我們的主的聲音 就很歡喜滿足 還是我們像這幅圖一樣 被世界而來的各種聲音 影響我們去聽我們主的說話呢 願意我們的心每天都很貼近 每天透過禱告 透過聖經的話語 透過聖靈在我們心裏的感動 明白神的心意更加多 並且好像尼希米一樣 以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世界的價值觀 作為我們每個抉擇的指標 在第七到六十三節 聖經一共用了五十四節 來記述這份名單 其實這份名單 在《以斯拉記》第二章 同樣出現過 內容大致都相同 上面的名字 全部都是當日 被尼布格尼莎 老去巴比倫 然後回歸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人 他們和他們家族的名字 我今天不會和大家讀這五十四節出來 但是我將名單上的人 分成了十類 想和大家一起去看 他們分別有什麼人呢 有十二位領袖 十八個宗族的後裔 散居城外的百姓 祭司 利美人 歌唱的人 守門的人 電役 所羅門伯人的後裔 和一些逐譜找不到的人 總數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人 這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幾人 他們當日回應上帝給他們的照明 離開繁榮安穩的波斯 報行四個多月 回到沙塵滾滾 好像廢墟一樣的家鄉 開展他們的新生活 一起崇建他們在耶路撒冷 他們以色列民族的聖殿 我們看到原來回歸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 重建城牆 背後 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參與 在這十類人裏面 我們看到有帶領的領袖 也有分別為聖 在聖殿裏面服侍的祭司 尼美仁師班 同時也有一班好像很不起眼 卻是忠心在聖殿裏面 擔當最卑微服侍的電影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職份 不同的崗位的以色列人 他們欣著同一位神 同一個照明 踏上回歸的路 經文繼續說到 除了奉獻自己 在七十至七十二節 一班以色列人 亦都同心為了建立聖城去奉獻金錢 我們看到有一些族長 可能他比較富足 他單單自己一個人 就奉獻二萬達尼克金子 而有些百姓 他們合起來的奉獻 同樣是二萬達尼克金子 但我相信 在尼希米的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一個人奉獻出來的二萬 和一千人夾出來的二萬 是沒有分別 因為他們同樣是以色列人 為回應上帝的照明 同心合一獻上的禮物 上帝同樣欣賞、月納、捍為珍貴 我在恩福堂侍奉之前 曾經在一間中小型堂門裡服侍 我服侍的期間 剛好遇上教會一件大事 就是礦堂 那間教會 原本是一個商業大廈的二樓 因為神的保守 教會一直發展 人數增加 那個堂所不夠大 要搬去另一個地方 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跟恩福過去的歷史也是一樣 其實整個礦堂的過程 差不多經歷了兩年 裡面有很多困難 找地方 談價錢 籌務奉獻等等 很複雜 很複雜 但是我記得 有很多弟兄姊妹 按著他們的裁缸 去參與礦堂這件事 在構堂的前期 有很多專業人士的弟兄姊妹幫忙 在法律 在財務 在工程上 給了很多意見 在關堂的期間 就靠一群即是年青人 幫手辟東西 也都啦 還有很多 強壮的D bodies兄 扶責單單摘桌 一些底桌 不過至今天我仍然 最深刻的畫面 是神堂入火前一天 有幾個插花組的姐妹 他們用了一天的時間 去插了幾盆 輕賀相堂的鮮花 我现在都记得 在新堂第一日的崇拜 很多弟兄姊妹哭了出来 包括我在内 因为整个抗堂的过程 是很漫长很艰辛 但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神的恩典 一起尽心竭力 为这个圣殿呈献付出过 所以那一刻的感受 是很真实很深刻 纵然那个新堂 现在应该不再新 也变得残疚 未必是再很漂亮 但是教会最漂亮的地方 是他胜在着一班 愿意为上帝 为神的家尽心竭力 同心去呈献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给你有什么的恩赐 给你可以参与建立教会 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力 去让神的国 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多人可以认识福音 如果神今天 或者曾经感动过你 叫你一起建立教会 建立弟兄姊妹 建立神的国度 你就去回应吧 不要让这个感动消失 抓住这个感动 祷告求神 给你有勇气作回应 第七章是一个很长的篇幅 去到最后最后七十三节 我们终于见到这个小段落的结局 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读 预备起 于是祭司 利美人 门口的首位 歌唱的 百姓中的一些人 电翼 并以色列众人 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原本流散在耶路撒冷周边 国处的百姓 开始逐一回应 尼希米的呼吁 返回到耶路撒冷 在他们先祖的地方居住 一起復兴他们的生成 復兴属于以色列人的敬拜 在这个回归的名单上面 每一个名字 都是回应了神的使命 放下他过去 在巴比伦 在波斯 辛辛苦苦去适应 重新建立的新生活 其实离开他的安舒区 一点都不容易 要由很舒适的波斯 回到荒废了几十年的耶路撒冷 不是很容易 但是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重建他们的生成 名单上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族 无论他们是领袖 是祭司 无论他们是殿疫 是百姓 是仆人 每一个名字 以色拉和尼希米 从未忘记过他们 他没有忘记过他们 为神国道的摆上 没有忘记他们 对上帝忠心的追随 所以一次又一次 把整个名单 记在圣经上面 我知道上帝同样 记得他们每一个 将他们放在心上 说他今天我们好像哈纳尼一样 神托付了一些事情给我们 等候我们忠心的去回应 又或者上帝 很想我们好像尼希米一样 贴近他的心 听他的心意 在生活里面作出土神喜悦的回应 上帝要使用我们 发挥我们不同的恩赐 同心合一地 这样服侍教会 全港福音 使得我们的群体 我们的教会 得到更新 重建 复兴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命 都要更新 重建 复兴 当十月十一日 教会正式 恢复实体崇拜 我们由网民的身份 回来做会众 我们崇拜的地方 由家里的梳化 回到这里 离堂 其实都好像是一次回归 重新建立我们的敬拜生活 在教会重开之前 一众同工 弟兄姊妹 都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 你看到你座位 旁边贴了很漂亮的告示 楼下有安装探热机 有洗手的装置 大众传播同工 也都查了 每一个流程 他的音响 会不会因为太久 没有用而不行呢 当各样的硬体 都预备好的时候 现在轮到我们去检查 我们的心 是否都预备好 我们是否预备好 重新去敬拜神 预备好 重新建立 我们和上帝 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 自己仍然未回复状态 可能因为大半年 没有稳定的聚会 也可能因为生活上 各种的困难 或者世界来到的牵扯 由我们的心远离了神 愿意我们今天都立志 找回上帝 每一天 每一刻 都贴近他的心 聆听他在我们心里 微声的呼唤 叫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面 都向他忠心 一起重建 福兴神的国度 一起重建福兴教会 和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过去曾经 听到你的声音 你呼唤 你去提醒我们 去为你作供 可能我们胆怯 我们怕 所以没有去到回应 主要求你继续去光照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的生命 再次去复兴 去被你使用 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 一起去献程自己的生命 去建立教会 建立弟兄姊妹 建立你的国度 让更加多人 得罪福音的好处 如果我们面对难处 我们面对了难处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去帮助我们 多谢你 祷告奉主命求 阿们 优优爷 什么事 优优优独播剧场——$%؟ 祝お囔 求你 不� 优优独播剧场——$%kä